还记得在6月4号在铁花村进行了一场清扫的活动 由文化理理长宋明轩 还有台湾美化社区发展协会发起的活动 因为办理的很成功 这次也将在10月15号这个礼拜六 一样在铁花村进行清扫 智障者家长协会也将会参与 一起为环境清扫而努力 因为去年我们台东智协 承办了全国的心智障碍者运动大会 那那个时候台湾美化协会特地到台东来 帮忙打扫这个运动会的场地 那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台湾美化协会的精神 就是凡事彻底弯腰学习 我们觉得这个精神其实是很棒 那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社区 我们自己的城市 因为要来推动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6月4号办了一次铁花村的清扫 那因为7月份以来接二连三的台风一直来 所以我们想说10月15号 我们在利用在招募大家 一起来清扫我们的文化商圈 那地点就是由转运站 一直走博爱路 还有正气路 中山路 然后再回到转运站 那这个清扫活动呢 我们就结合文化里办公室宋里长这边 我们大家一起来 希望大家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 文化里里长宋明轩 邀请来自日本的二胡演奏家 李蒂龟 为台东风灾来做木款工艺的音乐会 我们在这次5月办了一次 清扫铁花村的活动之后 我们台湾美化协会 在我们7月份又决定 在10月份又办一场 清扫文化里的街道的活动 那恰巧这是因为中华典藏的老板 有邀请这个李蒂龟 这是日本很有名的二胡的音乐家 然后这次为了我们这次尼泊特风灾 然后又来台东 做一个一眼慈善的 木款的那个音乐会 那这样的美意 我想说可以刚好 跟我们美化协会这边可以搭配 就是早上是美化协会 然后晚上就在那个 桂田酒店的五楼的 那个国际音乐厅 举办这样的一个慈善的音乐会 也会在10月15号当天的晚上 在桂田酒店五楼会议厅办理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购买票券 协助台东的重建 以及帮助社福团体 以上由东台新闻部发联 在台东市的裁判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